如果已经付了10% deposit 也签了SPA 但是州政府的 consent of transfer不通过 可不可以拿回之前所有给的定金 也就是包括所有给的钱 其实答案是可以的 我这边我就直接用我自己的那一个SPA来做例子 如果你是买List hold property的话 这一个SPA里面通常都会有这一个条款的 那就是这一个交易 其实是subject to consent to transfer的 如果这个state authority拒绝了 或者是不通过这一个 consent to transfer的话 其实务主 next seller是必须要把这一个 之前付过了的deposit原银退还给买家的 so这个东西是有在SPA里面有写到的 我自己的这个SPA里面的这个例子 那个律师是把这一个条款 放在the second schedule这边 或者是fur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这边的 这样不同律师他们有不同的写法 但最主要就是你要看到有这一个 相关的条款在里面 它可能会出现在SPA的最前面 所以是放心 如果你的state authority不批准你的 consent to transfer的话 你是可以拿回这个deposi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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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